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宣德的清華,在宣德蘇西的時候,繼承了永樂的觀點,繼承了永樂的這種,對蘇利國新廟欣賞他的自然程序,元朝認為是缺點的,而他認為是用點,繼承了這個。 所以,永宣不分,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一類清華,他也有火候偏高的宣德,陳色跟永樂差不多,跟永樂一樣,這一部分東西是宣德早期的,有這麼一種東西,這是一種情況。 第二種清華,宣德的清華,除了跟永樂的那一部分以外,第二部分是他的本色,他就是淡雅一點,比永樂要好一點。 儘管也是使用的蘇利國新廟,線條還有陰閃,黑色飯店也比較多,但是呢,他畢竟永樂起來,要好了一些,要減輕了一些。 就諸足線條,這個火候呢,也比較實度,火候也比較實度,從發永樂的過高,而到自己的本色的線條比較穩定。 黑色飯店有,但是比永樂要低的多,這個身體太古的現象也比永樂要好一些,這個情況就是宣德的本色。 這個時期宣德化融入的也比較多起來,因為宣德比較正,要追求一些線條維,線條的暗定,這是宣德的比較,本來的第二種清華,他的模式。 這個宣德清華的第三種呢,就是溫度偏低,所謂溫度偏低啊,就是這個氣泡本動,這個清華的成色,成不出來,密密麻麻的氣泡, 這也是在宣德時候裡面的一種清華。我想這種清華,我有這麼一個想法,現在沒有得到科學證明了。 就這種清華,就是試驗一下,從永樂的濃厭性,非常濃厭的形,轉變成淡雅性的一種試驗品。 一種試驗品,就是我們現在說溫度也偏低了,在世界當中溫度偏低啊,就屬於這種線條不夠的, 被這個藥物啊,很多氣泡物造成,這種三種的,這樣的情況。 這是宣德這種三種的情況,宣德就是這麼三種啊,第一種是,繼承了永樂,第二種呢是,自己的風格。 與永樂要好一些,但是還有暈眩,還有黑色結晶半點,這樣的情況。 因此這個時候,化學功德也多起來了,多了一種。表現現場就沒有了。 第三種呢,就是溫度偏低。我覺得這溫度偏低啊,是宣德的時候,怎麼樣子, 對永樂這個濃厭性進行改變的一種,試驗過程當中的一個東西。 那麼這種溫度偏低,時代都比較早,我待會給你們打,時代都是比較早的,這個溫度偏低的東西。 也可以說他正在試驗的過程當中。 這個這樣子。 那麼宣德後期呢,他也試驗一下,這個用薄茶清藥。 因為宣德是什麼? 現在看來,明來的官藥,清花官藥時宣德是,在宮裡面是用事最管的。 都在宣德。 不管是文具,餐具,文具,甚至於衛生器具,全部使用此器。 所以這個使用方位相當地廣,在皇宮裡面,就是磁器。 所以帶宣德款的磁器啊,保存到我們現在還是比宣德要多得多,比較多,都是帶款的。 那就說明了,真正的在宮廷使用時期,最多的是宣德開始。 宣德還是洪武,還都是為了玩笑。 而宣德就是為了自己宮裡的皇宮使用。 這麼一種情況。 這是根據先有的情況合理。 以及我到義士探國看了以後回來,結合我們國宮裡的收藏和文心的記載, 在看法上有一些改變。 正化。 成化的是一個,在清化時系當中呢,也是一個觀念性的改變。 就是從這個,用蘇里佛清料,靜佛清料,而來用這個國產清料,成化是一個分解線。 成化開始。 這裡要跟大家講一下,成化是發展鬥才的一個炒蛋。 儘管在宣德開始有了,在做樣子。 而真正的大量的發展還是成化。 鬥才知道吧,鬥才知道。 鬥才是上下才的,又上上又下相互針引鬥才。 那些名叫鬥才。 就是右上又下爭起鬥驗的,去名叫鬥才。 就是三下才在一間瓷子上表現。 那麼清化時期呢,是鬥才時期的一種,一種才。 代表右下,代表右下的一種才。 然後呢,右上呢是架上紅玉才。 這樣的話成為鬥才。 清化時期呢,也是鬥才時期裡面一個蛇材的一個組成部分。 也是右下的一個主要的東西。 它燒鬥才,與其鮮花、清花。 現在大搖地把清花燒出來以後,然後再右上花邊紅茶再燒一次。 這是叫鬥才。 那麼成化的這個清花, 它,關鍵上的改變跟鬥才時期有一個實際的關係。 跟鬥才時期的發展有一個實際的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在斷代上值得注意的。 因爲什麼呢? 這個鬥才時期啊,底下是右下是清花。 如果右下清花是蘇利波清料化的話, 它這個橙色蒙焰,線條暈散,有黑色的斑點,上面有紅綠彩, 那沒辦法,就非常不好看。 知道吧? 要使進口清料,所以不清料作為鬥才時期的底下, 右下的話,那燒出來的鬥才時期,那就是成亞了。 因爲它這個橙色流淌,陰散,這線條不穩定。 因為鬥才主要是什麼鬥呢? 它的話法就是,先清花,化輪廓線, 然後填上去。 如果線條都不清晰,怎麼可以填彩化? 對吧?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它的顏色太深了,蘇利波清料, 真是跟右上級的紅綠散一配啊, 相當地難看,相當地難看。 所以成華時期啊, 就從永樂的龍艷系的那種, 蘇利波清料的那種清花, 開始使用國產清料的淡雅性, 我們叫淡雅性的清花, 和鬥才時期的發展, 有著自己的關係。 那麼由於鬥才時期的發展, 清花使用是我們叫淡雅性, 國產清料的淡雅性, 化化文,非常好看。 那麼後來呢,就覺得這個發展的清花, 它並不比蘇利波清料難看,對不對? 它清料非常清晰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成華時期, 就實現了這個淡雅性的清花, 淡雅性的清花, 而化成的線條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線條穩定, 這個, 儘管藍, 沒有像蘇利波, 蘇利波那麼藍, 但是沒有黑水的結晶觀點, 沒有黑水的清花, 所以表現得清花的清條非常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中國的清花時期, 從淡雅性, 就是融原形, 轉變成淡雅性。 那俄的清花呢, 就是這樣子, 使用平的清料以外, 還使用別的清料, 比較灰, 正俄的清花有這個特徵, 比較灰啊, 正俄。 還有一個特徵大家要注意, 正俄的清花是, 溫度最低的是正德清花, 這一個朝代, 正德朝代是最低, 溫度最低, 所以它這個正德的釉啊, 清花時期的釉啊, 就是, 氣泡非常的多, 密密麻麻的, 就跟那個米燈似的, 很細密的氣泡, 笼罩在清花時期上, 使得這個清花時期啊, 這個陳舌, 陳舌不出來, 因此帶有灰暗的一種色彩, 這是正德的一個特徵, 正德的清花的一個特徵, 那麼現在跟永樂比, 永樂在清花朝代的, 最高溫度是永樂, 最低溫度, 溫度偏低, 是正德, 溫度偏低是正德, 溫度偏高是, 是永樂, 這是, 關於這個, 正德史的清花, 基本上是, 是這麼一種, 比較灰, 灰暗, 就是它那個誘啊, 它的溫度太低了, 太低了, 清花的顏色啊, 把它, 承受不出來,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這是正德, 這是正德, 這個, 這個, 佳淨, 佳淨的清花, 剛才我講了, 就是, 就是使用的, 回清料, 就是, 它那個清料的區別是, 韓天亮, 最低就是它, 韓風亮最高,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因此, 佳淨清花的藍, 藍中發紫紅的顏色, 最明顯, 最明顯, 這個, 這個, 這一點的, 往往有一點, 我看不出來, 我那個環段片裡也能寫出來, 就是佳淨時期的清花, 這個, 這個, 紫紅的顏色最重, 紫紅的顏色最重, 這樣子, 萬米初期也是這樣子, 比較重, 後來就有點像鄭德, 騙徽, 騙徽, 開始使用朱銀釀, 這樣一個, 萬米清花色之類的,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那麼, 一直到清代初期, 這, 主要是使用的是, 雲藍的, 朱銀釀, 朱銀釀, 一個特點就是, 藍色是非常脆藍的, 透明, 是很明顯的, 它可以渲染, 人生能潛, 所以, 這個時候的康熙清花, 是清代清花的一個主流, 一個一個, 後來俄和朝代, 都仿康熙的清花, 仿康熙的清花, 這個, 催藍的顏色, 這個, 蛇啊, 好, 我們說康熙清花, 文風五色啊, 能濃能淡啊, 能那個, 就有點像圓清花, 剛才我所說的那個特點一樣, 這個, 能五, 它是使用的重量, 很催藍的顏色, 非常新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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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的清花, 有一個特點是, 反宣德, 反宣德的清花, 那就是說, 做這個, 鐵石斑點啊, 比較重, 這個, 反宣德的造型啊, 反宣德的清花, 這個, 也加上了黑色的半點的, 這樣的情況, 在康熙時候比較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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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康熙的路子,但是沒有那麼康熙的脆懶的顏色,比較偏灰,深灰色,比較偏灰的,這種味道。 所以我把康熙結束在一起,康熙也比較流行,比康熙還多。 康熙也比康熙還多,康熙也比康熙更深一些,紫紅顏色也重一些,紫紅顏色也重一些。 然後呢,凡宣德的青花更多一點,它不僅是青花的顏色防,而且太幼啊,聚非幼啊,它也防,所以康熙這首青花比較正一點。 那麽一直在往後緩清的情況,從駕到以後就是走下河路。 基本上就是,我說這個,在一碗優算漂,比較明顯的一碗優算漂, 是越漂嘛,越碗優算漂實在就是越碗,越碗優算漂實在就是越碗, 再講不出了許多的道理來的,因為駕到以後啊,青花磁器就比較少了,生產量也比較小,也比較少。 現在的情況是相反,我們國宮的真正的青花時期,康熙前的青花時期最多。 嘉興刀官以後,反而往前的青花時期,反而倒少,反而倒下河路。 但是咱們現在派派行的東西,這個時代的東西反而比較多。 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給大家說明一下,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其實完全的東西反而倒少了,東西保存力出來就少了,我們共有的油也是少,也是少。 可是現在的房子,現在這個沒有辦法,這一個事情比較多。 好,好,咱們看這個永樂的青花啊,永樂的青花呢,它的火候偏高, 火候偏高,使用的青量是最厚。 而因此呢,它的線條最暈散,它的黑色斑點也是最重,最重。 因此它的線條也最不清晰,這樣一個情況。 花一朵花,最後是形成一個求意。 你看這個,就是這樣一個情況,經常是這樣。 這就是永樂青花的特點。 這個折子,這個我們叫折子花。 這個折子花是永樂青花經常採用的一個特點。 這個時代折子花用的比較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青量啊,它陰爽的厲害。 跟著它那個特點有關係。 所以它多用折子花,多用折子間的,我們叫折子。 連起來的那種,我們叫折子。 這個叫折子。 你看,現在這發圍都是這麼樣子。 而這個右色的,這個青花的椅子, 基本上往太普色的還是比較厲害的。 這個磅子很大,這個磅子。 大概有二十多磅的結晶石。 這是永樂的青花。 溫度偏高,最高是永樂。 這個折子。 它的折子會不會變形呢? 折子倒不變形,但是它往下滲。 它不到因為青花的變形,它不變形。 照永樂。 你看這個,永樂的風格是最明顯的。 你看這個圓青花比這個在圓青花是不可能有的。 你看這個圓青花的一朵花形成了一個球。 你看這樣,基本上是一個圓球。 這畫紋也有的就不很清晰。 這樣一情況。 這個在圓裡頭,它把它作為一個自然的韻味。 而欣賞這種風格。 所以我們在間諭之一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它的來歷。 知道它這樣一路。 這個圓中間的花是不是色彩太黃了還是什麼? 這個有一點關係問題。 有一點照相的關係問題。 整個就是這樣的發揮。 這樣的發揮。 還有,我遇到這個湖,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湖呢,永樂宣德,五五都有。 這個湖呢,有一個大家注意啊。 這個湖呢,有一個大家注意啊。 就是這個壩上的,這個壩呀。 你看,外面有紋飾,裡面沒有紋飾,對吧。 永樂宣德都是沒有的。 唯獨洪湖有。 洪湖的這種湖,它不僅外面這個壩, 還在外面有這個紋飾,它裡面也有紋飾。 這是個特點大家注意。 一見到這種情況,我們把它盯著紅色的。 對,盯著紅色的。 這是,永樂宣德的清化非常明顯的。 它欣賞這個。 它不把這些東西作為一個確點。 像反者來講,它是作為一個誘惑。 它作為一個誘惑。 好了,我都看了。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 這是一個破的,得秀的。 這是錦德鎮的輪落遺址裡面,窯子裡面警告的東西。 前不久我聽了一個消息,隨便我講講。 錦德鎮,北大玉耀廠的發掘,但北大發掘。 一發掘,發掘底下,發掘現代的失局、失事。 不是古代的失事,是現代的失事。 是怎麼回事? 而是從景德鎮外面打洞。 景德鎮外,鄉村也打洞。 他們穿進去,穿到景德鎮,到那個底下去,到那個瓷片組。 你知道嗎?到那個瓷片組。 挖了洞。 挖了洞,有個問題要除土,這些情況。 這四個人沒有空氣,他們憋死。 還是有這麼個情況。 也就是說,玉耀廠現在發掘很重視。 一個瓷片要買很多錢,所以那些人不復生命的危險。 從兩丈夫妻汽車路挖到那裏面去,去倒瓷片子裡看看, 多麼代價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這也是窯子裡住的,這也是修過的。 也是修過的。 都是,雲耀的他的青花比較厚, 纖條不清晰,比較厚,這個瓷片太鼓的剩。 這是他的特點。 這就是這個瓷片。 你看這個。 這是雲耀的雞心瓷。 這個瓷是非常薄, 瓷是非常薄, 但是那青花也瓷也剩。 這是這麼個特點。 你看這一朵花的報紙是一朵花吧, 一朵菊花。 一朵菊花。 看起來就是一個瓷裙了。 他畫的時候是有線條的, 一燒成就是這樣。 他欣賞這個瓷。 觀念上的改變, 跟年輕畫都不太一樣。 這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那海水也畫成這樣。 畫的時候很好, 一燒成就成這個樣子。 明天咱們加花紋子, 再給大家講這個。 這瓷片的作用是有料的。 如果瓷片是酸成的, 就選擇了。 這個咱們下次再講。 李老師, 他這個雞心瓷, 這個底足有什麼設定? 底足, 它就是, 什麼叫雞心瓷呢? 它底下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這個雞心瓷。 有一個雞心瓷。 我們是這個橘子和末蘿。 就是這個极瓷。 唐竹梯主 AWität。 第四面是柔錢的。 第二有这个钉,第二有这个字钉,有这个钉子,一样吐一下,这边有这个。 你看他这个画纹,你看,他就把这个钉捉一遍,他钉捉在一起。 我心里不是说花是几朵啊? 几朵花? 这是折子花,你看这个是举花,这个就不是。 我整洗钉子是假的,那人家说这个是刘老师见地的,那帮我卷进去。 你看这个橙色,海水不相海水的画纹,像画纹。 这就是游乐的这个情况。 总的来讲是温度天高,温度过高,他不一定要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游乐的,这个游乐是比较淡的,比较淡的,这也是环球球,也是井内镇的这个环球球。 这刚才看的是一种,那一种就比较淡雅的,游乐,比较淡雅。 但是你看一看,它这个含天量比较高,它那个氢化的这个黑色点,这样的情况,还是自然形成的一种点,而不像一种游规的那种,游规的感。 但是没有一种,没有规则感,一种铁的一种反应,一种铁的一种反应。 你看这个,游乐得非常清楚,你看这个。 画红将士说是这样,清化,游度偏高。 这种东西,实际上呢,它是西亚的风格。 这个我是西亚的,像波斯那边,近来有重启工艺品,都是这种造型。 这一种呢,我们有两种,一种是有款的,有款就是训的款,一种是没有款的,这样的事情。 没有款的,都是有乐,都是有乐。 有训的款的,当然有训的。 所以,虽然这不是有物理的,训的无款是有乐,这句话是有一个不同道理的。 你看这个,就没有款,这个可能就是无乐。 款顿在这个底下,或在这个底下,三圈款,我画面训的一种。 三圈款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清化,你看就是有这个,你看就是有这个。 你看这个清化,你也看不出它发生了什么意思。 它就欣赏这个味道。 自然的程序,它欣赏这个味道。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就像这种蝙蝠,像天球是这个蝙蝠,这种蝙蝠。 这种蝙蝠也是西亚的,波士的一个工程。 你看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图片,有这样的东西。 你看它这个画面呢,都是这个, 这种蝙蝠的斑点,都是非常自然。 还是一种贴定的反应。 这些东西是每一款,应该是有了的。 而且还是有了早进,有了早进。 是专门制作的,出口的一种,出口到西亚的一种。 这是刚才是永乐,永乐清花。 他对清花的欣赏是这样的。 这个是宣德,这个宣德的线条是比较稳定的线条。 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反悬,反涌的。 这个是宣德的面貌。 线条还是比较清晰,也有贴线的斑点。 但是比起永乐起来,要好得多。 比永乐要比较清晰。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些东西,我们学家有时候反的宣德,有时候反的宣德。 按道理讲,它是比较的。 就是泽纸画,永乐竟然是用贴纸画。 再一个,它的画纹,贴纸搬的比较重,火荷也偏高。 这些东西应该还是反的宣乐,比较早。 合适一下。 这里就是宣德的。 两个图案都比起永乐起来比较清晰一些。 这是宣德的第二种清华词经理。 第二种清华词经理。 像这个,这个画人物,在永乐的时候画人物几乎没有。 这也是宣德的颜色比较好的, 一种它自己的本色吧, 改变了永乐的那个容颜形。 这是宣德的心条比较安静的, 很大的容颜。 火候也比较实度, 火候也比较实用。 这是清华。 宣德清华的本色。 宣德清华的颜色是这样的。 要比永乐的要好多。 这是它的放大的局部。 局部,你看这个人物放在线角还是基本上清晰。 这是在宣德里面还是比较好的。 像华尔人物还是比较好的。 总共的一个人物。 来大家看这个。 温度偏低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你看这个这是一种的玉。 白色是是一种气泡 , gaining淺低��一些气泡相当多的, 非常离急。 而且太阴下, 可以进去生存。 这是一种温度偏低的结果。 温度偏高的是就是清化流伞。 流温的跟拉州一样,而这个是温度偏低的结果,形成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好玩的。 这个,你看这个宣德联治,你看这个,这种现象,这个麻麻点点,这个,这是气泡,这是右上的一种气泡, 我们造成这个气泡的成色,这也是温度偏低的一种气泡,温度偏低的一种气泡。 还有这种宣德联治,宣德联治,四个字本身就比大名宣德联治要早一点, 时代要早一点,但也是宣德联治,就是宣德联治,即是永恶的时候,有永恶联治嘛, 所以宣德联治当开,宣德联治法比大名宣德联治法要早一点,大名宣德联治法。 我问你老师,现在这个气泡是什么? 真的很好,温度偏低,清华里面像这个温度就不够1200度,到不了那样子, 所以它偏低以后,它就右啊,就气泡啊,就比较密集。 老师,这个是宣德的还是宣德法的呀? 是宣德的,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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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也,正宣德我说也是温度偏低啊, 但是它那个清尿不同,它那个清尿是发挥,正德发挥, 它是那种清尿啊,它本身呢就是,这个还是宣德不清尿, 它就因为底下的,右上面造了一层那个气泡啊, 所以是那个清化的成色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好东西啊,宣德的就是,也比较早了,也比较早了, 比较早了。这个也是宣德的, 你画人物,画人物的这种情况,也是经过宣德的, 对于宣德的一种改变啊,一种改变啊, 这种改变啊,这个我刚才讲呢,就是,有缓的, 宣德都没有缓,结果没有缓的,就应该是有缓的。 这种二文呢,也还是比较重的吧,也还是比较重的, 看见这个宣德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大, 这种文字来讲,比较重的,要好得多,要清晰一些。 你知道这种有法面法的吗? 嗯,法面法的。 这个,你一看到啊,宣德链子,宣德链子。 这个是,就刚才我讲的,是继承油的, 宣德比较早了。 从他的清化来讲,是文业性,活活变高, 就是宣德的第一类,学习宣德的那种, 学习宣德的那种,学习宣德的那种, 学习宣德的那种,一面性的清化的那种, 原则比较深。 所以这个时代是宣德比较早的, 宣德早期的那种。 林老师,那个横手牌,那个手左到右, 右到左,有没有? 这个是犯道了。 这个犯道了。 这个犯道了。 这犯道了。 就是宣德款四个字了, 要陪大名宣德链子要早, 实在要早, 都是宣德链子, 一般来讲,大名宣德链子, 都是宣德后期, 宣德八年以后的生产的东西, 大量的都是大名宣德链子。 这个还是宣德的一个风格, 加在这个风格。 这一时, 这一刻, 选择了。 好了, 这是陈画。 你看,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得看不出来, 就是从环球面看过来, 纸红的颜色就比较大, 就比较重。 这就是陈画的颜色, 融烟型和断崖型的一个固定 线条非常精细 也不运散 看得出来这些线条都是两个线 线条本来一点 它基本上是大一样的 无角在下一个常 essent 这固定也是程跋的 程华初期还有一种兺座 如常 같습니다 等于 armpit的时候 法子 pond 如果培明的时候 Orga 这是程华初期 是有信条 這也是對的 這個顏色就是青花大雅學的點心 也就是青花的標準氣質這個顏色 薄 還有青花有個特點 這個顏色非常滑 所以我們說你們建立家 你們把眼睛閉著 摸得出來的時代 直接就是青花 它那個顏色你摸出來以後 就跟那個玉一樣 就跟那個玉摸得很光滑 你摸出來以後有種感覺 但是你摸了它的才摸 看新的胎 看新的胎就比較細了 因為用真的胎 你明明啊 那個青花就好像有一種 有力的水分一樣 那裡那麼光滑 而且它的顏色相當的好 相當的 就你表現在橙花的右 這個意味是黃製 非常非常有驚喜 這是橙花的本質 所謂淡雅形淡雅形 就是這種青花的意思 這是一個碗的中心 這個你明顯看就有指紋的意思 這跟蘇維國新的總態一樣 線條還是比較安定一些 有時候是南中發指紋 不過這城花還是比較近的 要到家境的時候 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這也是橙花 對 我們所有的國產青藥 像這個 它也是一種國產青藥 顏色很深吧 它並不往太平視 這反了 這是青花的一種 沒看過 一定要看過 這個 這些人沒有看過 這個顏色比較深 這個是橙花 這個顏色比較深 這個顏色比較深 這也是橙花 這也是橙花 這是橙花 那這個 這那個就是橙花輕花 比較這裡 就是屬於 這個顏色比較低 不是到人來的 這個字 这一看就跟舒服清料的清料是不太相同的 不一样的 没有了 还没放完 没放完是吧 这一件东西如果是咱们把清料分别清楚 这个颜色在我们学界的时候不同意 这一件东西是四川省的 现在有很多书里面把这一东西放在宣德里面 放在宣德的清华里面 我自己要把它作为的是明代真情的东西 也就是相当于正博 那么这个就不是宣德 我看它是正博 因为一个是这个清花的原料 不是舒服的原料 而是国产的精料 而从那的造型上来看 也是加进了 加进了一些正博的事情 现在看法不一致 现在还是很多书里面是不宣德 大家注意一下 人的地方是放宣德一点 我看这个论是比较华语的 不够宣德 那那个饭 那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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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饭里面也有 相当于看见这个清花里面有一个像成华 或者像同志正博的那个味道 而不是舒服清华的味道 而不是舒服清华的味道 不是舒服清华的味道 这个温度偏低 温度偏低 像这个 这些地方 都是 都气泡很多 你看你看 这是很多很细的气泡 笼造的有气泡磁性 使它呈生不出来 这种颜色 这种正博的一个东西 又是蓝拼灰 拼灰 正德的清华 这个也是正德 你看它这个温度比较低 也是一种气泡 把他们录造的 这个官邀和民邀啊 说实话 从时代特征上是一样的 不过只是原料的 制服上的精出耳底 实在是很明显 所以 咱们不要伤这个民邀 什麽都把你转这个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了没有 就是说 现在呀 他们有很多新东西 你不要拿到我们看 我说 你这个不对 是假的 我说是新的 他说 他背后的假的底线 他们是问的 他就懂得观仰 他说我这个是民邀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说假实际上是民邀 他不懂 那么就是说 把这个 现在呢就是说 你说不对的 就往民邀里推 民邀里推 咱们不要伤这个道 民邀是个方 什么都往里转 就说我说是民邀的 其实是假的 其实是假的 这个咱们不要伤这个道 好嘞 这个呢是 加进的 万里加进的 你看他这个 紫红颜色比较重 这个图案 这个加进这个图案 这个加进这个图案 新赫是加进草代 因为加进是道教 道教 这个葫芦 这个葫芦 这个葫芦品 那是道教的用情 什么 什么 这上面是远迪 还是天远迪方 它都有些道教的意思 这赫也是一个道教的意思 从清华的颜色来看 紫红颜色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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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云朝加进的 加进的 你看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 这是紫红颜色 这比较重 紫红颜色比较重 红颜色比较重 这是什么叫加进的 和郑德 和以前的生活计量 计划 颜色完全的一样 南中发紫红颜色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个贺 这是一块标本 这也是加进 你看他的紫红颜色 也是南中发紫红颜色 所以加进少在是紫红颜色最重 也是最著名的紫红颜色 这个就是万历的 这个万历的 他会 就会别紫红颜色 但是紫红颜色最重 咱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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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呢 就把这个 这个 宣得以前的 和 成华以后的 这个要把它分开 这个基本上 一般的像咱们 一般的像在座的人 都一定要把它分开 从那些青花的颜色来看 和苏里果金色的颜色 会比较起来 完全不一样 至于你们想 具体操战 一个操战 一个操战 要具体分开 在你们这个情况来想 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有的本质 加进化你分开 我想这个文明 在一定的时候 还能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把宣得以前的 原青花 和永轩 和后来的成华 这个东西 两种轻量大的界限 这个影响把它画清楚 这个影响 我觉得在说 都差不多能画得成 这个影响 这种 这是家境的一个 这点是深很深 这种也是最重的 这种罐子是家境的一个特点 戴这种罐子 也有武才的这种罐子 很大的这种罐子 是家境 但现在房地也不够 房地都是买高价的 这种罐子 这些罐子 和我们的罐子 这种罐子 像这样 这种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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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有点重要的味道 这种罐子 这种罐子 像这罐子 以后来 就记得了这种罐子 有罐子 这种罐子 这都是罐子 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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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罐子 罐子 罐子 一種是嫁經的職務力的時候,還比較深的職務。 這種算法,這種情況,也就是萬里職務比較多, 嫁經萬里職務比較深行。 在這以前,永宣強這種品質是基督令, 造型大法是這樣的。 這是典型的萬里的後期, 接近康熙手的,再加上一點, 都用得像康熙的情況,卡翠蘭, 開始就使用褲林藥,除了折料以外是褲林藥。 像這種風格,有的萬里有褲林,有的褲林,有的褲林。 有的在盤子裏面有一個魚,露台,也就是萬里。 像昨天咱們這樣合完,看那個小盤子, 中間有一個魚,咱們沒有用,也就是這個時代。 萬里後期,他找個清的造型,也是這麼一個時代的。 以後是一桌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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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好嘞。 我讓你看智慧眼色,還是非常清楚。 我幫你蓋盒。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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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有法兒的, 天啟的, 有法兒的, 但是沒有天啟兩制啊, 這個時代還是很難斷定。 很難斷定。 就因為它有天啟兩制, 所以它比較, 從來就它是天啟的, 沒有法, 沒有法, 這叫什麼企業? 這是一個中, 這是一個敲打的那個, 當剛剛的那個, 吊起來的,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樂器, 吊起來打的, 可能廟裡精神用的, 還是幹嘛。 這是不是成功的? 嗯? 不是, 這是一個當作, 我們才見到的當作, 沒成功的, 是不是有朵來沒法再搞清楚? 呵呵。 這個就是敲打的, 你看神秘可以吊起來, 只要你不是, 打不過啊, 生意還是蠻好的。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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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蘇山都有了, 有些沒有的, 這樣。 你們, 要有朵呢, 我這個人的意思的話, 就不用記了, 我講你們好好聽就行。 好。 但是覺得有, 蘇山也有, 也有, 我講的書呢也有, 沒有的, 不管了, 你們願意記一下, 要把老子加進去。 呃, 你還要把那邊, 你拿你們桌子嗎? 呃, 咱們今天就講的, 重點就是講那個, 講那個, 文士啊, 就是說明清時期, 包括元朝, 裡面最實用的一些文士, 我這裡都有, 其實也給大家講。 而這些文士呢, 在各個朝代是不太一樣的, 畫法不太一樣, 也會說, 在段代上有, 比較明顯的分解線, 這個, 給大家, 呃, 它有些, 它那個文士啊, 它是一個時代風格, 時代風格, 這個畫法上, 它有一定的規矩, 有一定的規矩, 有一定的規範化, 規範化, 那麼由於這樣的規範化, 就使得我們經理家, 能有把握, 跟它進行端代, 進行端代, 進行端代, 這樣一句, 嗯, 我呢, 用來這個, 這些講的一些規律, 很簡單的一個個, 一個個的, 但是呢, 作為一個, 把它作為一個條例, 來給大家講, 我書上寫下去, 它就要負責任了, 基本上是, 掌握了這個規律, 掌握了這個規律, 嗯, 也有一些是, 規律性不強的, 不強的, 也給大家講清楚, 這樣的話呢, 也比較簡單, 也比較好記, 在斷代上, 有其他很重要的作用, 這些東西, 恐怕在做的, 我想今天的課, 一個是講的, 不是, 一個是講話, 重點,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這個增加對比, 再講一講, 再講一講, 我想呢, 今天講的課, 如果大家, 看看書啊, 記一下, 我看, 東西就可以用了, 這要不負短,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這要不負短, 這要不負短, 這個, 這個, 我上次講了個款的時候, 我, 河家有一個, 有一個老頭啊, 也對, 但比我還要小一點, 來收藏肉, 買了很多這個, 特別喜歡, 呃, 成話的, 買了很多的成話的東西, 那很多人說, 你聽我一講款呢, 講了這個, 他考試也幾個多, 他對我呢, 認識的沒講, 講了以後啊, 誒, 他都能懂, 都能懂, 那回家以後呢, 拿了他那個成話呢, 他就不懂了, 這個叫胡短, 叫胡短, 因為他是用錢買來的, 總覺得人家編的那個故事啊, 什麼怎麼怎麼來, 怎麼怎麼來呀, 這個不可能是假, 不可能是假, 呃, 往往會形成這個樣子, 傳來看, 沒關係, 就別給我撤了, 也別撤了, 那個背那兒, 這兒, 大家可以仔細看, 沒事了, 所以, 我想, 講了款以後, 你們要是有貸款的時間, 你們回去就可以看一下, 你們那個款是真是假, 就是別護短, 還是這個意思, 因為, 一般你收藏家, 對自己的東西啊, 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 缺點看不出來, 優點看得多, 這樣的話, 不能實事求是來對待, 那就不行, 就跟剛才我講的老頭似的, 誒, 在課堂上考試, 他都很積極, 很認識, 很清楚, 回去拿他那個就不行了, 而且, 特地從他家又拿了三件, 從他的家到我家裡來, 到我家裡來, 那個時候, 他也到我家裡來, 我也跟他講, 我都講的, 他是非手是真的, 後來走的時候, 他送我一件, 我說, 你真的, 你還送我啊, 那還得了啊, 就送我, 就蓋完了, 帶成老花的, 我今天沒帶來, 綁了, 綁了, 所以, 文史啊, 對詞期的鑑定啊, 特別對明清詞期的鑑定啊, 這個, 很重要, 有的時候是, 一錘定音, 他從文史上, 你看, 我們那個學生說, 你那個, 這個龍頭, 這個脖子這麼小, 粗脖子啊, 不是細脖子啊, 這一句話, 就實際上, 就倒過了這個問題, 這個, 老頭說, 一句外行話, 人還是脖子, 脖子, 脖子, 這是一種外行, 所以, 文史它是有規律的, 文有規律的, 而每一個時代, 就每一個時代的風格, 畫畫不同, 儘管是一種文史, 但畫畫不同, 這畫畫不同的, 正好是我們花文時代, 很重要的意見, 未來省時間期間, 咱們就結合了黃燈獎, 這樣快, 一方面看著黃燈的文史, 另一方面, 這樣子的話, 有換音, 那麽今天的內容比較多, 也比較多, 我希望下午能幫他講完, 也要是說, 提前講完了, 咱們就提前講, 快點講, 快點講, 那樣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些記載, 什麽真的問題, 不是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說的, 叫什麽? 就是, 訣竅也好, 開明信商也好, 什麽這些人都做的, 來打, 這玩意好像有點斜的架子, 是吧? 這玩意好像有點斜的架子, 這玩意好像斜的架子, 這玩意好像有點斜的架子, 就是文室那個畫的那個, 那個教育文類的, 從這個教育文, 就順帶呀, 實際上, 就開始了, 就有了, 而在元朝清花, 到明清時期的, 清花呀, 烏鞘呀, 等等一些時期, 這個, 這個教育文呢, 占得很重要的比例, 一般的就是品質孔, 這個瓶子的肩, 這個瓶子的肩, 肩部, 或者足部, 都採用這個教育文和裝飾, 而教育文的畫法呢, 這個時代的特徵也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 而且規律性也是比較強, 規律性比較強, 所以我們一看呢, 就知道它是有什麽時代, 這裏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教育文真是元朝的教育文, 也是兩層, 就是前後兩層, 就前後兩層的畫法, 這個素材有的, 這個元朝的教育文呢, 主要是裂鏡, 中間那個, 裂的那個鏡呢, 它是裂鏡的, 畫到兩條線以後, 中間填色, 就是這個填色, 這是元朝的畫法, 這是元朝的畫法, 區別法呢, 就是洪武, 洪武以後, 包括永樂宣德, 這個, 都是這樣子的畫法, 就是中間啊, 畫兩條線, 中間五條線色, 就是這個一個區別, 這個在區分雲帶和洪武以後, 永樂宣德, 起了很大的所謂, 就是那麽一個, 這樣一個區別, 還有呢, 我這裏面沒有, 就是一到雲帶中期以後, 像這不是到底嗎? 這個, 我這畫到底嗎? 一般年到, 成化以後啊, 就是, 不到底了, 就到這兒, 就要畫到這兒為止, 就是, 結果我是, 我這個上面要補充的書就沒有了, 我, 你們回去看, 回去, 你們看看成化那個, 那個教育文, 以後的教育文, 他就, 接著就不到底了, 就到街了, 明白了嗎? 我這裏沒有了, 就到街了, 基本上這個斷代還是比較, 比較, 嗯, 比較準確的, 比較準確的, 嗯, 這是一種, 嗯, 這種文詩呢, 清花磁性裡頭, 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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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規律性也比較強, 嗯, 一看了, 你可以記得住, 這是這麼一個,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文詩, 這是一種文詩, 我把這幾種文詩講了以後啊, 咱們這樣看, 這個時代的時期上的文詩, 這樣給你, 嗯, 這是, 第一種文詩, 是教育文, 這個, 第二種文詩呢, 就是這個, 長字連, 長字連, 長字連文在明清時期, 原明清時期, 很多, 有的做主體文詩, 有的做夫體文詩, 都有, 都有長字連文, 因為長字連呢, 是對詞性上, 裝飾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圖案, 因為是圓圈啊, 和長字連文, 這樣子好裝飾, 同時也很美, 同時也很美, 因此呢, 清華詩寫, 或者其他的明清詩寫, 多採用, 做主體文詩, 主體文詩, 主體文詩, 就在, 冠子的中部啊, 福部啊, 葉珠福種, 是那個, 盤子的邊緣啊, 盤子的旁邊啊, 盤子的旁邊啊, 都是採用的, 在外面上, 這個長字連文, 主要有一個畫法不同的, 就是, 原朝的畫法就是這個, 這個葉子啊, 長字連的葉子跟葫蘆一樣, 發生更葫蘆形, 比較典型的, 就發生這種葫蘆形的葉子, 這個是, 原朝新發的, 經常是這樣畫的, 這樣畫的, 那麼, 那麼, 紅舞以後的畫法就不一樣了, 那, 紅舞以後的畫法呢, 這樣子的畫法, 這個葉子啊, 就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這個, 待會我們再用此系的, 畫我們的專書來, 來, 來印證, 那麼, 這也包括, 語樂, 宣德, 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原朝, 它是保持這種, 葉子是, 典型的那種, 紅舞形的葉子, 你看這個形狀呢, 在清華時期啊, 這個時代是比較早的, 這個畫法, 時代比較早的, 這個畫法, 這是第二種啊, 第二種, 這個, 第三種啊, 第三種啊, 第三種就是, 武當的學, 常種武當的學, 武當的學, 武當的原朝的畫法呢, 它的葉子是肥大, 就這種形狀, 葉子肥大, 這種形狀, 選擇的, 都是這樣的畫法, 這葉子都是這樣的畫法, 就是這樣的畫法, 明顯的跟這個, 。